这是我见过最新鲜的刺身 刚被剖出 就送到了王后的餐桌 王后张开血盆小嘴 大口吞噬眼前的心脏 尽管心气十足 她还是忍住恶心 将其咽进了肚子里 因为这个心脏 能让不孕不孕 数十年的她怀上孩子 在这个国家 国王非常宠爱她的王后 无论王后想要得到什么 国王都会满足 可唯独一件事 一直是夫妻俩的心病 也让王后一直闷闷不论 王后一直想要的孩子 却怎么都怀不上 为了让她开心 国王喊来马戏表演 演员的各种包袱 逗得观众放声大笑 可王后依旧是愁眉苦脸 不巧 表演时竟有一个怀孕桥段 这让王后觉得是在嘲讽她 生气地摔门而去 国王寻到王后之后 不仅没有埋怨 反而十分心疼地抱住了王后 她保证一定会寻遍所有名义 让王后达成所愿 悬赏令下达后没多久 一个身披黑袍的巫婆找到国王 她告诉国王 有一个秘方就是 去猎杀一只深海水怪 剖出她的心脏 然后让一个未经人士的厨米去烹制 再给王后吃下 用不了多久 王后就会怀上孩子 但这个法子的风险在于 既然有新生命的诞生 那么随之也会有一个生命的消失 王后急忙说 只要能怀上孩子 让她去死都可以 看着妻子的坚持 第二天国王就带人 来到了海边准备猎杀 爱妻如命的国王 自然不舍得王后去死 于是独自一人穿上厚重盔甲 以及特制的手套和氧气头盔 手拿一把尖锐长毛 慢慢潜入了海里 来到海底后 国王就发现了一只 正在休眠的水怪 这只海怪体型巨大 通体雪白没有一丝瑕疵 正面硬刚肯定没有机会 国王选择悄悄偷袭她 趁海怪睡着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然后举起手里的长毛 使出所有力气刺向了海怪的身体 剧烈的疼痛直接惊醒了海怪 他痛苦地挣扎 直接撞飞国王 血液染红了海水 海底一片浑浊 海怪在最后时刻尾巴一甩 也给了国王一计暴击 最后海怪被国王杀死 侍卫破开肚子 取出了海怪的心脏 国王在看了眼心脏后 也因失血过多离开了人世 王后走到国王身边看着国王离去 却似乎没有半分悲痛 她现在关心的 只有那刻能让她怀孕的心脏 她小心地抱好心脏 然后抱在胸前转身就走 回到皇宫后 她先找了一个储女女 让她独自一人烹饪心脏 女仆来到厨房后 将心脏放入了锅中 正看着火 伴随着热腾腾的蒸汽弥漫 她突然感觉全身燥热 便快速解开自己的罩群 可突然间 她却发现自己的肚子 正在慢慢变大 一个储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怀上了身孕 而王后这边也正大口吞食 刚刚煮好的海怪心脏 场面十分恶心 为了能生孩子 也是真的不容易啊 吃完心脏的晚上 王后就即将临盆 而与此同时女仆也正在分娩 没多久王后就诞下了一名小王子 她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时光飞逝 小王子也长大成人 王后十分喜爱这个 来之不易的孩子 你看 都这么大了 还陪她玩捉迷藏 而王子也很特别 她和海怪一样通身雪白 连眼睫毛都是白色 她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和她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大家能猜到她是谁了吧 没错 她就是女仆生下的儿子小白 两人虽不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 可他们就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 他们在一起就十分开心 甚至经常逃出宫去 一起玩水一起打梦 而这一行为 让王后非常的不满 她召见女仆说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皇宫 希望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可这一幕正好被王子撞见 王子很不开心 王后却说你们本就身份悬殊 王子怎么能和女仆之子 私混到一起呢 王子见理论不过 只得转身离开 其实王子和小白本就是 同一颗心脏衍生出来的人 他们天生就难以割舍开来 这天小白听了女仆母亲的话 打算进宫给王后道歉 可刚到门口就被王后叫了进去 原来王后将她认成了王子 还让她帮忙挑选 哪个耳环更好看 随后小白把这个乌龙告诉了王子 没想到王子很是惊喜 说那等她继承王位后 他们就可以轮流当国王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谈话内容 全部被王后悄悄听见了 她立马就把小白一家赶出了皇宫 王子看见马上追了上去 她难过地问小白 为何要离开这里 小白说我这都是听王后的命令 没办法她最后只能 在树根处打开一个口子 告诉王子说水流和她的生命连接 假如水流清澈说明她安然无恙 反之则说明她性命攸关 不流水就说明生命已经逝去 两人分别后 王子每天都会来到这棵大树下 查看水流的情况 好了解远方的小白是否安好 可突然有天 王子发现水流变得格外浑浊 他知道小白有危险了 于是马上偷溜出皇宫 找到小白的住处 他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小白的家人 把她误认为失踪的小白 欣喜地朝她跑来 对她又亲又抱 王子没有戳穿真相 而是顺着他们的话语 打探到小白的去处 原来小白去到森林打猎 一直未归 家里人都以为她已经没了 随后王子就赶到了森林 打算拯救自己的好友 而这边的王后发现王子不见后 立马猜到她是跑出了皇宫 派出了大批侍卫出宫寻找 可找了好久好久 都不见王子的踪影 急疯了的王后 又一次找到了黑袍巫婆 希望她算算王子到底去了哪里 巫婆看她如此恳求 便说泄露天机 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王后又是那句 就算是死也可以 巫婆便带她去了那个地方 这边王子终于找到了小白 原来她掉进一个山洞 腿因为摔伤 已经无法行动 小白听见王子的声音 立马大声回应了起来 结果王子没有过来 却引来了一只怪物 这个庞然大怪直直地朝小白扑去 小白行动不变 只能一直往后退避 就在怪物要解决小白时 王子终于赶到将她往外拖去 可怪物一直穷追不舍 王子见状立马挡在了小白身前 奇怪的是 怪物居然停止了攻击 王子没想这么多 趁这个空荡 直接用剑刺向了怪物 只见怪物哀嚎一声就隔屁身亡 王子也终于带着小白回到了家中 两人以一个拥抱告别彼此 王子终是返回了皇宫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山洞里死去的怪物 正在慢慢显出真身 最后竟然显现出王后的样子 这就是巫婆和王后所说的代价呀 本来她想趁此机会杀死小白 可没想到最后 竟然死在了自己儿子的剑下 真是十分唏嘘 王后的母爱近乎控制 这是一个用爱控制的故事 她认为王子是自己的 不允许与他人分享 与其说隔绝儿子与平民的相处 更不如说隔绝儿子与其他人的交往 因为她爱王子 爱到只想让王子依赖她 并付出同等的爱 一旦对方没有灼热的回应 那就势必采取更加严苦 而疯狂的隔绝 最后就只得自食恶物 这是影片 故事的故事中最后一个小故事 之前的跳蚤和老夫人 都已经解说完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还是那句豆瓣评论原话 魔幻感并非源自特效 而是浑然天成的气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王后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